本月初 Pianton公布了2023年的 年度代表色《男红万岁》 让人不经联想到 今年9月亮相的 阿曼亚纯粉教堂 而这也是近期热播的 令人心动的 Woffer建筑片中 直向建筑创始人 董工的作品 当然教堂你们知道 最近被涂成粉色 粉色 对 它是如何让你们 同意去做这件事的 他们的业主方跟我们沟通了 我们研究过这个技术 它是一个可夫人 那董老师的态度就是 其实建筑师 做完这个建筑之后 它的生命 有很多原因都可能会变 Pianton研究所副总裁 Laurie Trestman说道 选择杨红 反映出时代的叛逆精神 还有新冠疫情后 人们对创造性实验的新热情 这种令人鼓舞的颜色 能给我们前进 和拥抱新愿景的勇气 Valentino 2022秋冬系列 推出的Pink PP的全新粉色 正是Pianton专门为 Valentino开发的专属颜色 Valentino更是将 阿那亚标志性的 纯白建筑 空体染上Pink PP 建筑也成为 这一轮颜色营销公式的主力军 建筑和色彩的关系 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 事实上 有关建筑和色彩的讨论 千百年来持续着 并影响着人们 对于建筑的价值判断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色彩 不仅大量用于装饰 更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符号 黄色是皇室特用的色彩 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 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 民社只能用黑、灰、白等色 然而 大部分人 印象中的西方古建筑 似乎和色彩关系不大 印象中的帕特隆神庙 和古希腊罗马雕塑 似乎都是纯净的白色 德国艺术使家、考古学家 约翰·约阿西姆·温克尔曼 更是推崇白色 因为白色充分的反射光线 最能凸显造型的美感 然而 1820年代末 巴黎建筑师 雅各布·伊格纳茨西托夫 试图复原了帕提农神庙 等古典庙语的色彩设计 发现帕特农神庙 根本不是白色 引起了巨大反响 并提出在古希腊各个时期的 宗教建筑中 色彩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20世纪20年代之前 白色现代主义 占据了当时设计领域的主导地位 勒科布希耶 是这一时期颜色实验领域的先锋之一 他对于色彩和建筑的关系 有深入的研究 他在1931和1959年 两次发布色卡 同样在20世纪上半叶 兴起的有关色彩和本质的探索 还有以蒙德里安为代表的 新造型主义 他试图用红黄蓝三原色 与几何表达出抽象式的真理 和对世界本质的思考 这一有关色彩的探索 也被应用到建筑当中 建筑师格瑞特雷福德 盖与里特菲尔德的 施罗德住宅 将红黄蓝色彩的平面 与格状呈现在钢条 木头和铁管上 在对色彩的符号意义的摒弃 以及对色彩本质性的探索后 人们逐渐意识到 色彩不仅是建筑的一个属性而已 在感性上 同样具有强大的力量 2000年一位画家埃迪拉玛 当选了阿尔巴尼亚首都 蒂拉纳的市长 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基础设施破败 经济萧条 拉玛决定用色彩拯救城市 他开始给各种破旧的建筑物 涂上鲜艳的色彩 画上十几米高的涂鸦 他认为色彩能给人们 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信念 同样一位善用色彩的建筑大师 路易斯巴拉干 他认为色彩与空间一样重要 他拒绝接受科布西耶 把房子当作机器的想法 他将自己设计的作品 称为情感建筑 人们可以在那里感受和思考 建筑中的色彩 会哭 会笑 会说话 在视频的结尾 让我们再次回到 2023年度代表色 杨红 这无疑是一个 能带给人们力量的颜色 在2022的尾声 无论是建筑 或是整个社会 不仅面临着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也同样将迎来新的希望和机遇 希望这一抹坚韧又叛逆的杨红 能给每个人以振奋迎接全新的一年